歡迎大家收看《數讀》,我是Jeffrey 這個節目是一個用DSE中學回考文憑史的數學科 做框架去研究如何解決數學問題的一個節目 這個主題就是如何解決數學問題 其實解決數學問題只有兩個問題 首先,我們如何解決一條問題 如何想得到一條問題 第二,為何解決問題的方法會比較快、簡單、直接 來來去去,只要我們想得到這兩個問題 就可以達到這個節目的目的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看看上一集我最開始介紹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這個,這個正方形 我們如何可以找到這個正方形的面積呢? 很簡單就是因為長成闊,3乘7就是21cm²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對長方形這一件事物 我們自然有一些背景的知識,知道它的面積就是長成闊 所以我們很簡單,只要找到相關的數據 去代入回去,我就可以找到這個長方形的面積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我們見到一個比較上不熟悉的 我們不了解的一個這樣的形狀 我們就用了兩個方法去解決 因為,其實只要我們用第一個分角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我們不熟悉的圖形分角 組成一個大的長方形,以及上面一個小的正方形 所以很簡單,小的正方形就是 邊長的square,就是2的square 4 再加上下面一個我們剛剛計算的長方形 就是21cm加上25cm² 這樣我們很容易解決到問題 而另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 第一個剛才就是分角法,另一個就是填補法 填補法就是,我們今次就不是分角了 我們今次是想像 將這個長方形不太奇怪的形狀 我們想像它成為一個完整的 再大一點的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呢 又用回我們剛才所知識了 因為我們知道長方形是底層高 所以長層闊 所以就是這個7cm 再加上這個,這條邊就是3cm 再加上這裏2cm 那就是5cm 那就是一個5cm乘7cm的長方形的圖形 那就是5735 那就是35cm² 然後35cm² 再減回這個面積 這個小的長方形的面積 那就是一個2乘5cm 即是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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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10cm²的一個小的長方形 那35cm² 再減10cm² 即是25cm² 那這個呢 這個呢就是我們一個叫做填補法的 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向來的 那特別提起這兩條問題就是 我們呢 現在可以嘗試深入少少去比較 這兩種解決問題 一個填補和分割法的分別 那分割法其實可以說 這樣說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解決問題方法 因為其實呢 我們只不過是將一些 比較上不熟悉的數學問題 不熟悉的數學的事物 這樣拆散它 變成一些我們熟悉的數學事物 那就是這個不熟悉的東西 變成兩個我們熟悉的數學形狀 而第二個方法叫做填補法 其實呢 如果我們認真去比較 其實這個方法是比較難的 那為什麼會比較難一點呢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實因為呢 原因就是 其實它需要我們某程度上 一些小小的創意 即是一些某 一些小小的一些幻想 那才可以想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我們這裡呢 是有一點點加了一點 我們自己個人 一些創作能力 或者一些幻想 所以才想得到這個 一個新的完整的長方形出來 那當然呢 兩個方法看來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差很遠 那但是呢 我們將來呢 會看到其他不同的類型的問題 我們就發覺 這兩種的 approach 究竟有什麼分別的了 那所以呢 講到這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 但是我們最基本就是 因為解決任何數學問題 其實我們都要有少少少 數學的基本認識 即是對一些數學的知識的理解 所以我們簡單重溫一下 上一集我們講過什麼 那上一集呢 好 那其實我今天呢 之前呢 就預備了一些新的 一個小小的其他問題 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給大家去想一想的 那其實這條問題呢 是直接關乎到第二個例子 就是我剛剛說這個 一個填補法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問題 其實是兩個相關的 那大家呢 是記住呢 這條問題我提出來 是否希望給大家想一想呢 去再更加了解 什麼為之填補法的 好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挺有趣的 那大家簡單想一想 其實這個問題就很簡單 就是說 那現在呢 有一個人 因為他呢 其實就不幸 那就無端端得了一種病 那這種病呢 其實就是必死無二的 那而且呢 他就會可能在這個 幾個星期之後就會死了 那然後呢 那這個人呢 就晚禁去 開始就祈禱了 那就晚禁去 想跟那天說 就說 哎呀 你不要那麼快 就拿我的命啦 那你幫幫我啦 那怎知道呢 他呢 就真的去祈禱 奇奇一下呢 那 那真的有些神仙 又覺得他 挺真心的 那之後呢 那突然之間 顯現就跟他 就救他了 那他呢 這個神仙呢 就跟這個人說了 就說了 那 現在呢 其實 就很少試而已 那我現在就給你一些藥 那你只要跟著我指示 吃一些藥 那你就會兩個星期之後 就完全沒事了 然後他就給了兩袋藥 這個人 那這兩袋藥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呢 兩袋藥就是 一袋藥就全部裝了12粒A的藥丸 那就是這一隻A了 那就是一種類似黃色 金色的藥 那然後第二袋 亦都是一樣 就是一種B的藥丸 那但是呢 那這些這樣的藥呢 其實就是先丹來的 那但是呢 那問題就是 因為A的藥呢 和B的藥呢 其實是一不一樣的 那就是基本上呢 你看的外表呢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那但是呢 那神仙就說了 其實呢 你呢 只要很簡單跟著我指示 每日就是 吃一粒A的藥 那呢 然後再吃一粒B的藥 那只要你呢 每日就只是 簡簡單單 一粒A一粒B的話呢 那你呢 連續吃了12天呢 那你就會沒事了 那那個人很開心 那當然很自然 那就很感謝這個神仙 那然後 他就跟這個 那就開始呢 每日吃一粒A 每日吃一粒B 那想著可以很快就沒事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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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的 這個故事 那但是呢 他呢 其實就真正正地去跟著吃 那然後 那吃了第一天 又沒事 第二天 又沒事 那然後呢 然後呢 繼續吃第三天 那他拿了一粒A的藥出來 那然後呢 他又拿了一粒B的藥出來 那怎麼知道呢 突然之間呢 可能無端端有人呢 打電話給他了 那之後呢 他聽了電話 那不小心呢 那 那 將一粒呢 B的袋裡面的其中一粒仙丹呢 那不小心掉了出來 那 然後呢 那 糟糕了 因為呢 現在呢 將桌裡面呢 就 有一粒A的藥 還有兩粒B的藥在這裡 那而 因為三粒藥裡面 其實 剛才說過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你是不能夠看得出任何分別的 因為那兩粒呢 都是完全相同的形狀大小 還有顏色 那所以呢 那他就很困惑 很不知怎麼算好 那現在呢 如果你是這個人 那你可以怎樣做 而又可以令到你 不會再 即現在的神仙不會再來 但又可以用你的方法呢 那可以 令到你自己呢 將來又會繼續沒事 那這樣呢 事先說明 那其實呢 這一粒呢 其實就是可以切的 那我假設你呢 可以切到你 喜歡切多少份量 就切多少份量 即是你喜歡切一半 那也會剛剛好切到一半 那好 那這個問題呢 就讓大家想一想 那當然啦 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跟剛才呢 那個填寶法是息息相關的 完全是一樣 同類型的問題來的 那好 那大家想一想 那我下一節呢 那就會開股了 那講回 剛才的數學知識 就是上一個星期呢 我們講過了 由這個數字和代數開始入手 那呢 那關於數字呢 我們有個數字系統就是說 那由最基本 1 2 3 4 5 這些自然數的數字呢 那開始 那然後我們有0 那自然數和0呢 原來呢 兩個加起來呢 其實它就是那個 我們叫做全數的 那現在的數字呢 再加上這個負整數呢 那我們就會 形成了一個叫做 integers integers 就是整數 即是說 無論你1 2 3 4 5 0 或者負1 2 3 4 5 其實它都屬於 integers這個 這個數字的 類型裡面的 那然後integers 其實它就是 本身是分數的其中一種 因為分數其實呢 譬如說 4 over 4 其實都是一種分數來的 不過4 over 4 那麼巧呢 4除4 那麼巧呢 就等於1了 所以1其實呢 其實只不過是其中一種分數 那分數呢 另一種名呢 我們就叫它做 rational numbers 那而rational numbers呢 有兩種表達形式 一種就是terminating terminating decimals 就是說呢 剛剛好除淨的 那譬如說2除4 那等於0.5 0.5寫得完 所以叫做terminating decimals 那而呢 另一種呢 就叫做1 over 3 就等於0.333333 那你記住 因為呢 這種數字呢 其實你寫的也寫不完 那所以就叫做recurring decimals 就是說無限循環小數 那這種數字呢 你無論在一張紙裡面 多長的紙 你都寫得不盡的 那但是 這種rational numbers呢 其實呢 它就有個特點 就是說 因為其實 好似 我們再找回1 over 3 例子呢 其實呢 就算它寫不完呢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規律 因為0.333333 會不斷重複下去 那下面的例子 1 over 81 其實它0.01 23.6790呢 它都會不斷地重複下去 即是不斷地重複這個pattern下去了 那其實呢 它的定義呢 就是說 只要你能夠找到兩個integers 雙除的話呢 那其實你就可以得到你的有利數了 但是另一種就是說 如果你有些數字是不能夠被integers 雙除 可以找得到的話呢 那那種我們叫它 irrational numbers 不好意思 其實給兩個例子 就是說 一個 譬如一個等腰三個型的斜邊 等腰三個型 譬如說 每條對邊和輪邊都是1cm的 那它的斜邊呢 就是root 2 就是開方根2 那這個開方根2呢 root 2呢 就會等於1.41423562 那原來這種數字呢 我們是無論呢 有兩個特性的 第一個特性就是 無論寫幾長的答案呢 其實我們永遠都寫不完的 那其實它呢 是永遠將子你幾大都寫不完的 那第二就是說 原來它的 這個數字的模式 1.414213562呢 其實它不會重複的 那你無論寫到一千位 一萬位 一億位呢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新的變化 那所以呢 我們叫它做 irrational numbers 另外pi就是其中一個很熟悉的數字 而 irrational numbers 再加上rational numbers 加上就是real number real numbers real numbers呢 其實呢 就是一些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數字 就是呢 irrational numbers 兩個加上real numbers 加上real numbers呢 加上這兩種的數字的類型 加上real numbers 那而 另外 就是說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我們也會處理一些 比如說開方-1 這樣的數字 而我們呢 數學家呢 他就用了一個新的數字的名字 就是叫做i imaginary imaginary unit 去代替了 那這種i呢 其實我們就叫做虛數 而虛數呢 亦都是去到一個新的領域 那我們呢 會將來再去詳細討論什麼是虛數的 那但是呢 當一個虛數再加上一個real numbers 那這種a加bi的形式呢 那我們就叫做compact number 而compact number再加上 compact number 那就分了real numbers 和imaginary number 那所以這一種 這樣的數字的系統呢 那就是我們這個dse數學裏面 研究的對象了 那所有的數字呢 基本上 全部都歸納去這個 這個number system裏面的 那所以這些呢 就是一些比較 最基本的 我們對數字的形式 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課 那所以呢 當這個了解完之後 我們開始研究一下 一些integers的東西了 那當然呢 我們很簡單 其實我們對數字的了解呢 其實每一種數字都有它的特色來的 那呢 我們最初 其實可能我們對數字的分類呢 那可能就是 譬如說 單數 雙數 到後來呢 我亦都會分成這個 質數 和合成數的 那質數很簡單 我想大家呢 其實都會有理解 如果 不了解這個質數呢 其實是 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呢 要再看一集 去知道什麼質數了 那質數其實就是 只要很簡單 就是任何數呢 其實它不能夠給 只能夠給 自己和一整除那些 那所以那些才是質數而已 那合成數就是 反過來 就是除了自己和一之外 還找到其他數字 去整除它 就叫做合成數了 而呢 這些合成數呢 我們是要非常之了解的 因為呢 當我們對這些數字 非常了解的話 對我們將來解決問題 是非常之有幫助 是可以快很多的 那所以呢 我就非常之建議大家 將一些特別的數字 去背一背 那因為呢 開頭你背一背 但其實你到最後 後來將來呢 你其實會很自然而 進入了你的腦裏 那其實就不是說 真的很大心機而已 那所以呢 這些譬如說 2的倍數 2的N次方 不是2的倍數 2的次方數 那2,4,6,8,16 這32,64 這些最基本的 我們一定要背 那然後呢 一些 這個質素 質素的table 裏面 50之下 50以內的質素 都大家應該值得去背一背 那然後3的N次方 5的N次方 那Square numbers 平方數 那當然一定要背 那這個Cupid numbers 就是六方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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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